在这个数字化高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智能设备和操作系统 从早晨醒来的那一刻起到夜晚入睡前 我们的工作、学习、娱乐 无不与这些设备紧密相连 然而不同平台之间的隔阂常常让我们感到困扰 直到Local Center的出现 大家好,我是小宝 Local Center一款开源免费的多平台应用 自在打破设备限制 实现真正的无缝切换体验 无论是iOS的流畅 Android的自由 Windows的全面 还是MacOS的优雅 Local Center都能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 它使用局域网WiFi 无需启动额外的服务器 免费开源加密 只需在各种平台上安装客户端即可 打开APP 它会自动扫描局域网内其他的客户端 如果没有的话呢 也可以在这里手动刷新一下 比如我的Mac mini和一部小米手机 顶栏部分可以选择各种文件类型 先来发个照片 再来多个文件传输 都很不错 速度非常的好 另外还可以编辑文本 这个也很实用 假如你想把一个网页地址发给其他设备 用它就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了 除了这些 也可以发送文件 比如文档啊 应用程序等等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是iOS和安卓设备互传 还是移动设备和电脑之间的互传 速度都非常的好 而且它甚至还支持安卓TV 我在Sony电视上也尝试安装了客户端 支持遥控器操作 界面也非常的友好 电脑上下载的应用安装包 可以直接发给电视了 种种这些 比起只能在Apple产品上使用的AirJob 好用的很多了 因为办公室有Windows电脑 手上还有安卓手机 所以也需要兼容一下 在我用了几天以后呢 感觉是个解决跨平台本地共享的好方案 LogSend的用户界面设计简洁而直观 无论是新手还是资深的用户 都能非常简单的上手 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如何去使用 在设置里面也有一些可以更改的项目 比如主题颜色 包括开启自动完成 这样呢 不用每次都手动去点击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有多种跨设备文件传输的需求 不妨试试这个免费开源 体验也很不错的LogSend 我是小彭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